即便爭議纏身 美国前总统川普还是走路有风万人拥戴 但这重返白宫之路 如今却踢到大铁板 美国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 19号做出历史性判决 认为川普山东支持者 在2021年1月6号袭击国会 因此无权参加这次总统选举 引用十分罕见的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 但这项裁定将保留到明年1月4号才会生效 川普可选择复审或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当然川普不会放过 虽然说科罗拉多州常年就倾向支持民主党 2020年川普在这里也输了拜登13个百分点 但美联社分析认为 若更多州开始效法将他排除在选票外 川普麻烦就大了 更棘手的是同党对手海利 已经瞧瞧急起直追 你看海利紧追在后 川普团队开始发动攻击 但海利老神在在 左打川普 右踢拜登真的太老 不过高龄81岁的拜登也不服输 总统为什么你在投票中赢了川普 面对总统大卫谁都不让谁 只是曾经在共和党内一枝独秀的川普 现在在法院碰了一笔子灰 选战也增添变数 三里新闻是张普导